我叫胡婷,今年35歲 然後我出生在上海 然後我現在在一家醫藥企業 從事採購工作 沒有找到那個 可以跟我一起步入殿堂的人吧 還沒有等到他 我個人認為 我不太喜歡人民廣場的鄉親角 因為我沒有親眼去看過 我是通過電視看過 然後可能都是父母 然後拿了一個女兒或者兒子的介紹 然後放在那邊 我覺得就是什麼身高條件 工作之類的 我覺得有點像做生意的感覺 然後還沒有結婚的女性 獨立的、自強的、有自信的 或者是 怎麼說就是比較優秀的 可能對自己有一定要求 然後有原則的 我覺得它是 在別人眼裡可能是貶義的詞 但是在我眼裡 我覺得它是寶義的詞 我不覺得這女兒自己的感覺很差 我覺得她們應該是 看了以後應該說是更有自信吧 我跟父母平時就是沒有像這次那麼深入的了解 平時可能就是茶餘飯後聊一下這樣子 沒有像這次這麼正式的聊 我覺得我這次我和愛人 我的女兒 她們來參加這一次活動 我最大的收穫 我們母女三個人 父女三個人 就是有一次很深刻的交流 以前不知道女兒有什麼想法 這次通過這一次 我知道她的正式想法 我和女兒也有了一個更好的溝通 我現在任其自然 盛其自然了 不吹她了 就是她的自己的道路讓她自己走 怎麼說呢 就是沒有應援 我們也尊重她的選擇 這是她自己的生活 自己她的生活 我們不干涉她的生活 我們不干涉她的生活 你已經在鏡頭前面說過 會尊重我的選擇 那以後就算我還是甚至 因為你當著電視的面說過了 所以你也不會怎麼樣對吧 你也會尊重我